1.原始点医学 原始点医学示意图 其目的则是为了解决疾病 原始点医学在理论上为了阐明疾病由来 设定疾病与衰老为果 体伤及热能不足为因 按推热源 适当运动充分休息 联好心态为源 病在临床上 通过观察症状 用上述之源从阴处理 以达到有病可保命及疗愈疾病 无病可抗老增寿预防疾病 其中观察症状属诊断 按推属医疗 其余治疗方法则属保健 我们先从文字来解释好了 先不看图 我们刚刚念的这里 第一个我们谈医学 什么是医学 医学一定要有包括两部分 一个就是医学的理论 那另外一个就是它临床的操作 那临床它还包括有两项 第一个就是诊断 第二个就是治疗 那再进一步详细的说诊断 如果以中医跟新医就不一样 新医都是以仪器 那中医就以试诊心法 或是甚至以经过理论 来指导外治法 这些都算是诊断的一部分 那西医当然仪器就不用说了 很复杂 而且检查出来的各种说法都有 那治疗正常的治疗 应该包括医疗跟保健 那从这个角度在中医就有 譬如说中医 因为中医大家也比较熟悉 它有治疗有分一针 二咎三用药 那针的部分就是属于医疗的部分 灸跟药 它是一个热源的概念 就是我们说的灸就是外热源 那药就是一个内热源 那热源就是一个保健的治疗 所以为什么说治疗一定要包括医疗跟保健 那医疗就是来快速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来达到解症的作用 那保健就是改善热能不足啊 然后慢慢让体伤修复来达到治病的目的 这两者其实应该是不可分的 所以等于一针二咎三用药 是应该要这样来结合 那原始点也是按推找出大开关来按 然后按了马上就能解症 这是属于医疗 医疗它的速度一定要快 所以按推是最快 那原始点的外内热源就如同中医的纠根药 一样所以这个就不再重复 所以治疗应该要包括这样 但很可惜的在西医部分 他们只有医疗去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来达到它不管是解除疾病症状 甚至他们检查出来的异常 包括异常也包括 比如说异常指数 异常形态如像癌肿瘤之类 肿瘤刚刚提的 那他们就是 以医疗的手段来达到解决这些部分 简单的讲进一步来讲 医学它的要素必须要包括这么多 但西医好像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出 他们的治疗只有医疗而无保健手段 所以在治疗上西医就列弦 他们的格局还不够大 看似方法很多 但真正会看门道 一看就看清楚了 这个没有热能 很多病是处理不好的 我们之前有说嘛 你组织器官运作的背后 一定要有一个热能去推动 没有热能是不行的 那你不谈热能 很多病是治不好的 好 那我们来看 医学之实践 也就是在临床上 医学一定要通过诊断 这是大家公认的 那诊断我刚刚已经讲了 中西医是不一样 原始点比较跟中医一样 好 那以医疗或保健之言 就如同我说的 西医的处理 不管用药或打针 他们不会去找体伤及热能不足的这种因 他们一定是从火 然后他们也是以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没有热能的概念 温敷或是外内热能的概念 所以没有保健 那以医疗或保健之言 前面也讲 那个中医都有 那重因或重果处理也不一样 原始点一定是重因 也就是找出疾病之一 体伤及热能不足下手 那体伤比如说找出压痛点来 在原始点的位置找出压痛点 也就按推原始痛点来达到解决疾病 那西医直接就从患素下手 疾病地方 所以重因跟重果处理也是不大一样 那中医有时候感觉是重因 但有时候也会强调重果 这一部分我就不再详述了 后面医疗与保健会多谈一些 那总体来讲 医学的目的 不管你重因或重果 都是要解决疾病 因为有了疾病才会有医学 所以医学是随着这样而来的 那这个是对医学的整个介绍 那原始点的医学到底跟这个医学部分 它的运作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什么相同或不一样的呢 那原始点它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用 要把理论说清楚 它先设定因缘果 把疾病以衰老设定为果 然后体相及热能不足为因 那治疑治疗的方法 按推 热源 运动 充分修习良好心态为严 那如果以中医辨证 他们的治疗方法 比如一针二九三幼药 也就是严了啦 以原始点来看 那他们的因就是变体质 或经络的理论来决定穴位 那这些原始点也是一样 原始点跟中医就是透过观察症状 然后从果推因 然后再重因处理来达到 有病可以治病 无病可以抗老征受预防疾病 这样来看 原始点也是以医疗与保健的手段来达到 而且他是从因治病 但比较可贵的是 他的治疗方位就已经扩大 他不只是在疾病方面 他如果有病 因为你脑跟病 他的因都是有体伤 疾热能不足所知 那你把因改善 那脑跟病同时就改善了 是这样来的 所以他等于不治老 他也是在治病 但不治老老也可以改善 那面临死亡 我们也可以因为征受 而把死亡拉长 就是让死亡不要那么快到来 这也可以达到 而且你因为你从一下手体质改善了 那自然体力自愈力就提升了 自然可以达到预防疾病 所以原始点这样来看 我们整个的生老病时 老也可以抗病 我们可以快速治愈疾病 那再来还可以预防疾病 所以这个原始点 他已经把很多生老病时的问题 都同时解决 那他看来对于这个医学 只有解决疾病的企图心已经不在这里 而且疾病当然要解决 其他的问题也同时可以一步到位 这也是原始点的特色吧 那中医也有这样的味道 所以他们还是有养生保养的概念 那我们来看那个图表 医学的图表 我们从下面来看医学 他医学必须要有两个因素 就是理论与临床 那理论太多了 西医的理论太多书了 看都看不完 中医也是几千年来 历代的书籍也是 多到不可申诉 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讨论 真正理论最少的就是原始点 他在理论部分 整个一本书下来 我看差不多一百页左右 所以算是对大家要学医学的话 算是负担最轻的 而且最快速 然后不要看他少 而且他该讲的各个医学的介绍 或是整个为什么医学可以治病啊 种种理论啊都写的还蛮详细 好那理论部分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最主要在临床上 临床上他有分诊断跟治疗 那前面也讲诊断西医是以仪器 那中医是以经络理论跟试诊心法 那原始点是通过观察症状 来从我推因 来达到重因治病 好那在治疗的方法 西医只有医疗 我们刚刚也讲过了 他们不管手术或西药 都只有医疗保健 那后面医疗与保健会详谈 这里就稍微点一下 那原始点的按推 或中医的针刺些位 都是属于医疗的部分 那保健 保健原始点就有分外内热源 那外内热源中医也有 就是灸跟药 这些也是 但原始点对于重病患者 特别又强调 一定要懂得运动 还要充分修行 还要良好心态 这几个原始点认为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保健手段 不可忽略的 所以特别把这些也 直接提出来 那在按推部分 原始点当然是以 按推原始痛点 大开关为主 那按推原始痛点无效的情况下 才会进一步 再来患处的周围 找出压痛点来按推 也就是按推患处痛点 来帮助原始痛点 解决患处体伤 那按推原始痛点 能够立刻快速 其实这个箭头如果再准确一点 按推原始痛点 它事实上也可以 改善他处跟患处体伤 这个我必须要讲 如果箭头 这里不要再 直接点出他处体伤的话 它事实上是可以改善 他处跟患处 因为它是大开关 但问题患处体伤 它力道不够 所以要借助患处体伤 它有影响 比如说膝盖痛好 那膝盖痛 大部分人按推臀部都有改善 但只有少部分人怎么样 按推没有改善 而必须在膝盖周围 找出压痛点来按 也就是按推患处痛点 来达到解症 那它按了 如果说膝盖没有改善 是没有立即改善 不是说真的没有效 它还是会影响膝盖 如果没有影响膝盖 那之前的 为什么九个人都好了 只有一个人没有好呢 那这一个就是因为 它比较在患处里面 还有更严重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在患处 也就靠近疾病的地方 再找出开关来 也就是压痛点来 然后再从压痛点去解决 患处体伤 所以当然如果主要这样说 原始痛点是解决他处体伤也可以 但不能说原始痛点 他不能解决患处体伤 只是没有立即性 而且效力不够 如果久了可能就有效 但是因为不够 所以必须还是要借助患处 按推患处痛点 所以这个图表 只是把大开关跟小开关 稍微比较直接的这样化 事实上大开关是已经涵盖 他处跟患处 只是他表现在他处更加明确 就是一按他处体伤都解决了 那患处就不明显 患处因为不明显 所以就要在患处周围 再找开关来按 所以这两者他的彼此间 一个是大开关 一个是小开关 那整个的处理 我们就做这样的解释 好 那至于保健的手段 最主要是以外内热源 那他们最主要是要改善热能不足 那改善热能不足 热能是什么 身体的热能就是去 推动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他的目的是这样 有热能他才有办法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设备 包括比如说电风扇 电脑或是空调 他一定要有电 没有电这些都运转不了 那热能就像电一样 他提供这些设备一些电力 那我们组织器官要正常运作 一定要这个热能来推动 所以热能起了很大作用 甚至比我认为体伤还要重要 也就是你不要看组织器官运作 背后都是电力 电力有时候比设备还要重要 好那体伤如果就是指身体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一个状态 我们称为体伤 那体伤刚刚有讲 比较偏向他处的 一按他处大开关就能解决的 我们叫做他处体伤 那按推了没有效的 也就是光按大开关还没有效 那就只好还要加强小开关 那就只好在患处的周围 再找压痛点来按推 所以按推有效的称为他处体伤 没有效的我们就把它称为患处体伤 好那按推可以直接解决体伤 那改善热能不足 他一定要有一段时间的吸收 把热源转换成热能 然后有了热能 再来推动组织器官来修复体伤 来达到解决疾病 他们的关系是这样 那进一步讲 如果你有体伤组织器官运作失调 比如你疼痛 就是一个有体伤的症 那如果你靠吃药或温敷 他虽然也可以解决这个体伤 但他需要的是比较长的时间 就好像患处体伤 我们按推原始痛点 当然有帮助 但那个时间实在太长了 不如直接按推换处痛点 所以如果有一些症的不适感 或是怎么样 你要用温敷热源当然也可以 但是时间要很长 不如直接找开关按推反而快 所以他们各有所长 但有体伤他一定会消耗热能 同样热能不足 电力不够了 那这个设备在运作也会产生困难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又互为影响 好 那这个我们原始点就看出这之间他们的关系 所以我们说所有疾病 包括衰老 他们会导致这样都是因为有体伤跟热能不足所导致 所以在治疗上原始点的医疗跟保健是密不可分的 而且是必须要同时应用 你按推完一定要热颜温敷 轻重症 那如果重病甚至还要喝姜汤来改善体质 甚至还要配合运动 其他的保健方法 好 那这里治疗疾病既然医疗与保健 也就是按推与热炎必须并用 这样才能够同时把体伤跟热能不足 同时改善 那也就是中医如果这样来看 他们的一针293用药 事实上对于每个患者也是都要结合着用 而不是分成什么针灸科或内科 这样分法本身从这个表来看就已经有一点怪怪 那已经走向西医的这种分科分类 因为他们只有医疗 那又细分那就更 一个医生就所懂得更加有限 就不能很宏体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疾病 好 那我们原始点按推与热炎必须并用 所以可以同时解除体伤及热能不足 那改善了之后 那当然就可以解决我们所谓的果 果就是指疾病跟衰老 那疾病里面又有分症跟状 那衰老呢 衰老里面又有分异常形状 异常指数 当然如果从医剂检查 他们还可以检查出 那个组织受损 那这个也是属于疾病的状 所以在这个图表就不特别标明出来 那整个原始点的运作就很清楚 医学就可以解决到疾病 尤其以原始点它还可以 因为从医下手还可以解决衰老 好 那我们这个图表就 也就是如果再补充一下 因就是大家要再注意一下 果就是疾病以衰老 那因呢 因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盐呢 这里就提出了 原始点是以按推 还有外内热源 其他保健方法 这就是因缘果 那我们前面 刚刚文字介绍的 就是在谈这一部分 那从这样来看 原始点完全具备了医学的实质了 因为它既有诊断 也有治疗 而且它的治疗又很完善 它又有医疗跟保健 那又可以从医下手 来找出疾病之因 然后来疾病之因改善 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症跟状 还有衰老的异常形态 异常指数 所以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医学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原始点 医学示意图 那这个医学也适合 从这个表来看其他的医学 也可以看清楚 中医也是适合 它也有理论跟临床 那临床它也有诊断 刚刚已经讲 他们的诊断有分外治法的诊断 经络理论 还有内治法的诊断 就是包括 诊断心法之类的 那有的诊断 他们治疗也有医疗与保健 他们医疗就是针刺穴位 那保健就是我们说的灸跟药 那所以他们有了这样 他们对我们身体的体伤 跟热能不足 中医同样是有效的 所以对于这个从 所以我会把中医还是归类在 他们还是从因下手 不是从果下手 然后最后也可以达到 如果中医这样来看 不只也可以解决疾病 他们也有养生抗老的一些 效果 也可以跟原始点达到同样 有病治病 无病可抗老诊寿的目标 甚至可以达到预防疾病 好 那我们医学就介绍到这里 试题免疫案例 2013年 我动了一个医生 所谓的小手术 就是我子宫的水流和血囊 切除手术 那三个月后呢 其实我就面对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在一夜之间 我的手完全动弹不得 我没有办法写字 穿衣 拿笔 我每一样东西 我都是需要人家来服侍我 我不晓得是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到处都去找方法 我从小小的乘所到最后 大医院 中医 西医 神医 风水 我什么都看了 但是我的病完全没有一点起色 半年后 我不只是右手 我的左手也完全没有办法移动 我需要靠我的家人来协助我 我每一天就是这样子来度过 那我一直都坚信不移 我总会有好的一天 直到有一天 我到一位很多人都说很有名望的医生那里 他告诉我 你可以动手术 只是说半年后 他会再复发 每半年他就会复发一次 那比较遗憾的就是说 你最多可以活多三到四年 就是四年后 今天的我还依然活着 其实当时候我听到我还剩下最多四年的命 我第一个想法其实就是 我付出那么多的努力 我要做那么多的东西 那最后 我花了那么多的钱 我看完所有的医生 最后我什么我都得不到 我只有一个死 所以我当下我马上我就崩溃了 其实我唯一要做的就是 我回家看我爸爸妈妈最后一眼 我会自行了断 因为我想活得比较有尊严 但回到家乡 我妈妈一看到我 他就说 我听说那个原始点好像很不错 你要不要试一试 我其实 我是真的想敷衍我母亲 我真的是去原始点看一看 当时候有一位师姐 她就帮我按推我的手掌 当天我的手就肿脏得很痛 我就很不高兴很生气 就是连死你都要让我死到最痛的那一次 我就受不了 但是我妈妈就看到我这个情况 她就让我看光碟 我看了光碟 我决定再试最后一次 那我跟我先生说 我认为这个是我最后的希望 能和不能 我就是靠这一次 我回到家义 去了家义的原始点 师姐让我喝一杯姜汤 很小的一杯我记得 而且也不是太浓 我回到家 我开始呕 吐 晕 当天晚上 我在喝的话 我其实就开始肿脏 麻痹 那身体就开始发红 痒 真的是受不了 接着的那个时间 我其实就开始晕啊 不舒服 发高烧 甚至我进入半昏迷的状态 我先生跟我母亲吓得半死了 就互相沟通 然后我先生就在我耳边 轻轻问我 现在马上就送你去医院好吗 我告诉他 医院我去了很多 我几乎那个是我第二个家 我知道 医院帮不了我 医生帮不了我 西医帮不了我 这一次 你一定要支持我 我就只是剩下这一个希望 我讲完了过后 其实我已经几乎昏迷了 很幸运的 我的先生并没有把我送进医院 隔天 师姐师兄都有来帮我按推 甚至拿姜汤给我喝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维持了大概三个星期多 近乎一个月 间中 我真的是有气无力 我完全是处于虚弱的状态 那三个星期过后 有一天我自己站起来 我自己可以洗碗 我自己可以钢水 我变得正常了 是原始点 让我有今天 是原始点 在三年后的今天 原本就是我的死期 我竟然还可以站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 原始点的优点跟原始点的能力 是原始点和张医师 延长了我这条命 是原始点和张医师 丰富了我的这个生活 也更加是我们的义工们 我的志工们 给我的支持 让我在最绝望 最崩溃的时候 扶我一把 我增进的 谢谢原始点 梁先生73岁 驻美国旧金山 2011年检查出 罹患胆管癌 动手术割了胆 因为胰脏大肠 未有感染 也割了一部分 手术后 做了半年的化疗和电疗 2013年癌细胞原位复发 再做化疗和电疗 这一次做完化疗后 体力严重衰退 体重减轻 食欲不振 而且手脚变黑 2014年2月20号 第一次到推广点 脸色发黑 化疗和电疗的副作用 手心手背都变黑 脚底和指甲 也严重变形发黑 2014年2月20号 开始接受按推 一星期三次 太太也学手法 每天帮先生按推 温敷煮浆水 两个星期后 志工拍摄脸部和手脚 都不再那么黑 体力也逐渐好转 两个星期就看到效果 2014年2月20号 2014年3月8号 两个星期后 首部变化比对 2014年2月20号 2014年3月8号 两个星期后 脚部变化比对 2014年2月20号 2014年3月8号 2014年3月8号 两个星期的变化 梁先生更加有信心 半年后体力大幅改善 复诊检验报告 一切正常 半年前发黑的手 半年后 红润正常的手 半年前变形的脚及指甲 半年后恢复正常的脚 半年前的气色 半年后气色红润 一年多了 江水按推温敷运动都没有间断 每星期还是到原始点的推广点报到 现在体力很好 能吃能睡 感恩张医师发明原始点 造福病苦的人 更感谢志工们 为他服务一年多的 无私奉献与爱心 2017年9月 后续追踪 2014年2月 开始做原始点至今 坚持运动 身体越来越好 挺好的 对啊 好好好 最重要是运动 运动很精华 太疲倾了 全球运动 全球运动 哈哈哈 我姓梁的 我14年患了癌症 呃 那些脚啊 手啊 那些都黑 这样呢 我 来了原始点 帮我治疗 我现在呢 这几年都没有复发 很好 我好多谢 原始点 对我的 就是 医疗 好多谢 牛皮旋案例 2007年开始有牛皮旋 用过各种方法 吃过各种偏方 过了九年 不见好转 反而恶化 全身开始水肿 稍微动一下就痛 无法工作 心情低落 更是恐惧单一 脸 手脚 全身 一直掉皮屑 真是体无完肤 以无外皮 只有皮下组织 每次一动都痛 无法睡好 真是噩梦一场 朋友介绍 一个原始点 调理牛皮选的案例短片 我们看到它情况 也很严重 用了原始点 完全康复 这给我们很大的希望 于是找到了旧金山原始点的服务处 2016年9月3号 开始进行原始点的体验过程 第一次到推广点时 志工告诉我 每天都要拍摄 一定会有明显变化 而且只要照着原始点的方法做 必定会改善 刚开始 我半信半疑 拍了两周 也没有太大变化 旧金山推广点 派志工到我们家做家访 仔细关怀 我们哪里做得不到位 发现我们 江水煮得太淡 室温太低 温敷也没做到位 结果 经过志工指导后 短短一周 就明显看到改善 2016年10月24日 一个半月后的脸部 手部 脚部 及背部 这一个半月的进步改善 我们太感谢 也太感动了 我觉得是 一 志工爱心指导 及细心按推 二 程先生的心灵指导喊话 三 喝比较浓的姜汤 四 多温敷 尽量休息 五 做运动 两个月后追踪 身上的皮肤完全康复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 再次感谢 所有旧金山的志工们 相信我们 只是众多受惠病人的 其中一个 我们愿意 以我们的案例 证明原始点理论 加上实际操作 让我们全家 重现欢乐 更重要的是 这过程中 我们感受到的 爱心与鼓励 感恩张医师 及志工们 无私地帮助人们 解决病苦 作词 我的手 我從來沒有穿短髮 只是長髮 我 somehow可以遮蓋 因為我需要錢給我的家庭 所以我去不進行 今年16年 到夏天 我會穿得更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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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影片 從頭上到頭上 對 沒有其他地方 甚至失去髮型 尤其是最糟糕的事情 有在肌肉上的肌肉 肌肉的肌肉出現 肌肉的肌肉出現 我认为四肌肉 我认为我已经有四肌肉 但我妻子的朋友 住在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她显示了一个视频 她显示了 她显示了 我太惊讶了 以前的人 很难相信 但因为视频 很刺激 我去了SanFrancisco 那我认为四肌肉 我认为四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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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她说 我觉得太疼了 我认为四肌肉 你不能回顾 但是透过后我认为四肌肉 我也认为四肌肉 我认为四肌肉 我的肌肉 好疼 是的 我打到红色软盘 很痛า 但是你之前知道 英文是英文 不可抵抗 不可抵抗 因為不用怕 我 2006 我讀出汗 他用了很多 我開始了,在最初,我放了芝麻粉在腿上和手上 因為痛苦,我好像臭了 很痛苦,但我只是相信他在說 我妻子的同樣說,就做了 但後來,其實我變得更糟糕 但後來,我感覺更糟糕 而且身體更糟糕 但後來,我感覺更糟糕 我感覺更糟糕 我作為了一點,我會希望 我感覺更糟糕 但我感覺更糟糕 我會成為了更糟糕 我這樣是嗎? 我可以借修 好像看 一看 我自然是拿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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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是十年了 我以为他最后 10年 似乎我可以穿短的衣服 也有短的衣服 只有这一年我可以享受短的衣服 我真的想要感谢这些工作 和我的妻子 我觉得我先的例子就是 她心灵上的这种喊话 或者是说鼓励安慰 我是看不到这个力量有多大 但是我看到她那种信心的恢复 她提升得很大 因为每次到了谷底的时候 刚刚有说 怎样从绝望当中可以带来希望 这个转变非常的大 那特别是我们对这种情况 完全不就是无知 无知就会恐惧 那恐惧感其实是 真的是会把人家拖到地狱那种感觉 这样子 那我就这一点就是 陈金领Luna 我真的觉得很怀疑 她们信心到底从哪里来 还有一点就是说 原始点不只是肉体上的改变 那种心灵上 因为她以前 老实说她很爱发脾气 但是陈金领跟她提到一句 就是她曾经也讲很多 但是这一点她记在心里就是说 不要很容易生气 那她就记在心里 但是这句话确实 我看她从原始点之后到线 她这一点改变很多 那我觉得这个也 所以别人的喊话 其实是影响很大 这样子 我的亲身经历 真的是很感谢 应付给我们的那种 不管是 我只能说真心的感谢 跟所有的病人一样 真心的感谢 红斑性狼疮案例 我今年66岁 自16岁起身体陆续出现红斑 逐渐扩置全身 红斑处流水很痒 经医生诊断为红斑性狼疮 这些年来我找遍中西医 都没有效果 毫无改善 西医告诉我没有得医 这些年来我时常胸闷 睡不好 头晕 走路也不稳 手脚冰冷 没有力气 体力一天一天 愈来愈弱 血压高 胆固醇也高 心脏肝肾都不好 生命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 一种折磨 2013年有朋友介绍我 到张昭汉医师原始点推广点 志工介绍我原始点理论 每天都煮姜水给我喝 每天帮我按推两次 并交代我要24小时温敷 推广点的志工 试着用姜泥涂在我的红斑狼疮上 再用保鲜膜包起来 刚开始几天很肿很痛 无法忍受 一星期后 我可以维持12个小时才拿开 皮肤也不再流水 也比较不痒 有些地方也开始慢慢结痂了 以前我爬楼梯三节也爬不上 现在爬楼梯40节也可以了 体力改善了很多 身上的红斑也消失了很多 也不再那么痒 按推温敷涂姜泥 2013年12月8日开始 每日早晚全身按推一次 温敷12个小时以上 每日饮用有机干生姜片熬煮的姜水 每日用姜粉加水成泥状涂抹在皮肤上 用胶布包住至少12个小时 需要停止使用 在双臂上涂姜泥 双臂涂完姜泥用胶膜包住 两星期后 右手臂上明显改善 2013年12月8日 2013年12月23日 两星期后 左后臂明显改善 2013年12月8日 2013年12月23日 2014年2月3日 约两个月 红斑开始结痂 红斑开始结痂不再流水 2014年2月11日 又过了一个星期 红斑不再搔痒 结痂处开始脱落 变得平滑 前后共计141天 首部变化 2013年12月8日 2014年4月29日 腿部变化 脸部变化 处理前 眼皮红斑明显 处理后 脸部及眼部变光滑有光泽 2015年12月 我真是感谢原始点让我重生 我不懂讲什么话 就是耐心 表达我们 对你的贡献